大家好,我叫史韓菲。 这是上海A to Z, 一个关于上海文化、春活、旅行的系列视频。 你可能猜到了我不是中国人。 没错,我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我的母语是英文 我决定做这个系列的视频是为了提高中文水平 同时也让我更了解上海 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视频,希望你也可以变得更熟悉上海 为什么把这个系列叫做上海A to Z 在英文里,A to Z的意思是丰富 因为英语有二十六个字母 这个系列会有二十六部视频 每部视频的题目会以不同的字母为首 比如说,这部视频的话题是Architecture 下部视频将E比为首字母 下下部视频是C 这样按照字母顺序来 好的,我们来交流今天的话题吧 你知道Architecture的意思吗? 在中文里,Architecture是建筑 上海有各种建筑 老的,新的,爱的,高的 当然也有非常非常高的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在静岸区看到了白了门 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爱这种建筑 这种风格叫Art Deco 中文是装饰艺术风格 上海的Architecture建筑很多 包括美其大戏园 国台电影园 还有很有名的酒店 比如和平饭店 国际饭店和横山宾馆 这些建筑都很好看 这种建筑的特点是典牙、对称 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 白了门旁边是静岸区 在上海,我去过三个寺庙 包括静岸区、佛寺、还有龙华寺 龙华寺是上海最大最古老的寺庙 如果你没去过的话 我推荐你去看一下 如果你想看现代建筑的话 当然是上海中心大厦 金茅大厦 还有环球金融中心 这些建筑都是在这个世界建成的 它们都非常高 因为它们的样子 上海人分别把这些建筑叫做 打蛋器、主食器和开瓶器 你觉得像吗? 站在上海中心大厦上边 你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建筑 有客可以欣赏在外滩旁边的那些建筑 比如汇丰银行大厦 还有上海海关大楼 纳利亚建筑大概一百岁 属于新古典主义风格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黄红建筑 这个建筑建筑建于1924年 可是我听说它是最近才变货的 这个建筑让我想起了纽约的云豆大厦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前面自拍 吴康大楼是法国文艺复兴式风格 我还听说这个建筑里有鬼 你听说和它有关的鬼故事吗? 吴康大楼是一个公寓大楼 不过上海最爱的民主建筑还是石窟门 这些特别的房子有很多历史 它们既有东方的特点 又有西方的特点 我很喜欢想象在石窟门的旧生活 如果你好气的话 我推荐你去石窟门无理想博物馆 上海有很多有好看又有意思的建筑 你最喜欢的建筑是什么? 为什么? 请在评论里告诉我 我真的很想知道 还有如果你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 也欢迎指出来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部视频的话 就请给我点个赞 然后转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吧 好的 拜拜 下次见